晚上九点 无论你身在哪里 来场与文学的空中邂逅 杨兆谈书 姚宁一同遨游文学世界 认识古今中外的经典之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收听杨兆谈书 本节目于台北广电台FM93.1 每个星期二到星期五晚上九点 回到播出我是杨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要为大家介绍的 这是日本近代文学的重要的大家 夏木述时他在人生当中 所写的最后一部小说 这部小说他没有写完就去世了 中文翻译本刚刚由麦田出版公司出版 过去夏木述时在台湾的知名度非常高 他的主要的作品 大概也都翻译成为中文 在台湾出版 不过《明暗》这一本 正因为是他的绝笔一作 到他去世的时候并没有完成 所以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当中 也就没有中文翻译本 不过有特别的理由 我们应该要认识一下 了解一下 到了《项目述》时 他人生结束的时候 他就已经写了一部 什么样的小说作品 另外这部小说作品 虽然并没有完成 但是到他去世之前 所留下来超过20万字的这个稿子 仍然有非常值得我们阅读 跟值得我们体会的部分 《明暗》是《项目述时》 他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 是在1916年5月26号 从1916年 也就是大政五年的5月26号 一直到12月14号 在东京朝日新闻 还有大阪朝日新闻 在这两家报纸上面 同时连载 但是到了1916年的11月21号 他写完了《明暗》 因为是每一天每天按时连载 所以他写了《明暗》连载的 第188回188天 为了提醒他自己 他在另外一张稿子的右下角 写下了1893个小小数字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那是他明天 要继续写的《明暗》 第189回 11月21号这天晚上 项目属时身体不舒服了 但是他还是跟他的妻子 静子 一起到竹地 非常有名的料理厅 叫金阳轩 一直到今天都还在 去参加他在东京地大后辈 叫做陈野龙的婚礼 然后相当从一个角度来看 非常非常微小的 但是不幸的事情 那就是婚宴上面 他发现了他最喜欢吃的花生 但是呢 他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在他晚年 就是一直有胃溃疡的问题 然后他因为吃了花生 到了第二天早上 他一起床呢 就觉得肚子不舒服 但是他仍然继续写 写到中午 他强忍的头痛跟胃痛呢 趴在桌子上 后来呢 再也写不出来了 所以家人呢 就把这个床铺呢 铺在他的书座旁边 劝他暂时休息 这个时候 项目素食 也就很故作豁达的说 死也没什么了不起 我正在忍痛的构思 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 磁石的湿呢 午饭也没有吃 他就钻进到棉被里 躺下来 不过当天下午 他就开始呕吐 也就没有办法进食 那个胃溃疡恶化的征兆 非常非常明显 当时对胃溃疡的治疗的方式 跟今天当然很不一样 还有太多没有突破的地方 所以一般当时 只要碰到这种严重胃溃疡 就只能够不吃东西 要让胃肠可以自我疗愈 没有更好的办法 所以呢 素食从这一天开始 他连续饿了三天 当然体力更差 形容憔悴 到了11月28号的晚上 他就陷入了昏迷 三个来负责 来帮忙他 治疗他的胃溃疡的医生 都束手无策 一直拖 拖了十天 到了12月8号 下午五点左右 他就一直不断地叫着 给我水 帮我浇水 然后呢 最后说了一句话 说我现在还不能死 在说完这句话之后 他就失去了意识 到了下午6点45分 这一代文豪 夏木暑时 就在亲人旧友 跟学生的环绕之下 他离开人世 他死的时候呢 是49岁 他留下了最后的这句话 叫做 我现在还不能死 当然我们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脑袋里面一定会想着 他不到50岁 当他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 一定非常的不甘心 他可以有各种不同 不甘心的理由 不过其中一个理由 应该还是在于 他的小说没有写完 当时正在写的名案 连载到188回 这188回在葬礼 结束之后的第三天 也就是12月14号 建报了 这也就是他生前留下的 最后一回的存稿 这最后一回的存稿 登完了之后 名案 当然也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 而很有意思的是 他在最后这一回 刚刚好他就写到了 故事里面的这个主角 金田 他在一个特别安排的情况底下 去找了去见了 他之前的情人 亲子 然后亲子看着他 露出了一个微笑 在看到亲子的微笑之后 这整部书 下部书时 写完的部分 是一个谜 因为他就说 金田一面走向自己的房间 一面试图弄懂 那微笑的含义 当然 因为写完这句话之后 他就去舍了 我们再也不可能知道 那个微笑的含义 到底是什么 但并不表示 名案这部小说 我们就因此 没有办法知道 下部书时 想要做什么 因为有很多 其他的资料 可以告诉我们 包括他的名案 这个两个字的书名 书名 名指的是明亮的地方 也就是现实的世界 或者是表面的行为 如果用项目书时 他自己最喜欢的分别的话 那就是叫做人情 还是叫人情意理的世界 换句话说 名是表现在外面 表现在外面的时候 我们一般就是照着 这个社会的规约 教我们应该在什么样场合 做什么样事情 说什么样话 那是明 那至于暗呢 暗是在心里面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讲 明暗 最重要的就是要处理 知人知面不知心 不管怎么样 你看到别人讲了什么话 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你不可能理所当然 从明这一部分 你就能够探知暗 而明跟暗 这样的双重的领域 是随时都必然存在的 因此这个小说 就是要揭露 就是要探索 这明暗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怎么样 以及或许 在我们今天读这个小说的时候 仍然可以对我们有所帮助 在教我们 在帮助我们 如何透过 揣测别人的行为 去探知或者是趋近 别人内在的想法 当然也可以换反面来说 那就是在提醒我们 在告诫我们 永远不要把明的 当作跟暗的 就是直接的连接 不要把别人表现在外面的行为 跟说法 就当作是他内心真正的想法 小说里面 给了我们好多好多的例证 让我们知道 在即使是亲人之间 我们以为 应该要非常非常亲密的 这种关系当中 关系包挂了兄妹 包挂了夫妻 包挂了父子 包挂了情人 光是这种最紧密的关系 你都不能够 因为这是你熟悉 天天跟你一起生活的人 所以你就觉得 他讲了什么样的话 他做了什么事情 就代表他在想什么 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而且项目素食 在小说里面 他把这种复杂的行为 跟心理之间的连接 又放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背景 跟社会环境当中 那就更复杂了 因为那是大政初年 当他去世的时候 是大政五年 这是大政初年的时代背景 而项目素食 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 完整经历了明治时代 日本社会跟日本历史 大病化的一个人 所以这个时候 进入到大政年间 我们可以看到 他写的小说 可以把它当作 是他对于明治时期 亲身经历的一份 检讨跟评价 明治时期最重要的 当然是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彻底改变了日本 有他非常高度的成就 把日本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是一个世代 三十年时间 就从一个封闭锁国的传统社会 彻底的改造成为一个 可以跟欧洲的强权 拼起拼做的现代的国家 不过自从日俄战争 也就是明治维新的最高潮的光辉 日俄战争打赢了俄罗斯 这个老牌的欧洲国家之后 明治末年就开始 那个被藏在光灿成就背后的这种暗影 也就变成日本在无法忽视的一种 挑衅跟困扰了 所以明暗这个小说 在这个意义上面 它又是检讨到底 项目术时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明治维新 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所以另外了解跟读这部小说 我们也要看一下项目术时 跟明治时期这个时代之间的关系 项目术时出生在1867年 刚刚已经提到了 在1916年他去世了 他出生那一年 刚刚好就是孝明天皇去世 然后明治天皇继位 到逝世的那一年 是明治天皇死掉之后的五年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 从他成长到他活跃的时间 都落在明治时代 所以项目术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明治作家 项目术时他成长在日本 用超快步调变化的明治维新的潮流 从小时候到15岁 那仍然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社会 所以他受的教育仍然以汉文作为基础 但是15岁之后 他就不得不接触到 或者是被笼罩在排山倒海而来的西方文学 跟西方文化的影响底下 以至于到后来他离开了日本 到英国留学 再从英国回来 这一段过程 这一段经验 对于他后来变成了小说家 以及他写什么样的小说 有非常关键的影响 我们休息一会儿 后来再继续聊 大家好 我们是Forever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我天天都相信 天天有心听 让我天天想着念的都是你 让我不知不觉感受到了幸福的滋味 就在台北radio 听见台北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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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继续收听 他的汉文能力非常的深厚 在他的另外一部小说 叫做《朝整》当中 我们还看到 他写了一些汉诗 在小说里面 另外更简单的了解 他的汉文跟中国文字文学背景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本来 他的原名叫做夏目金之柱 可是到后来 他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 或者这个名字太通俗了 给自己许了夏目素食 这个笔名 这个笔名是有来历的 他的典故出自于四桌心语 四桌心语里面 有这样一段孙子经的故事 因为在中国的东晋 这个时候流行 隐居必逝 这个孙子经要表现说 自己能够赶得上流行 所以他要用文雅的语言 描述自己的理想生活 他本来想说的 是叫做枕石树流 也就是一种 没有人为干预的 大自然的生活 然后累了 头就枕在石头上 就睡 醒了 你就拿身边的吸水漱口 但是枕石树流 一时他把它讲错了 讲成了树石枕流 听他说话的 他的谈话的对象 王继 就调侃 抓到他的语病 抓到他说的错 他就说 哎哟 头枕在水里面 石头拿来漱口 这个孙子经被这样嘲笑 集中生死 然后就强辩 他说枕流 是为了要洗耳朵 因为听了太多世俗 不好听的 或者是混乱的声音 所以我要枕流 让那个水洗我的耳朵 树石 把石头放到嘴巴里面 那是为了要把我的牙齿给磨砺 所以这就是树石枕流 这个成语的来历 夏目树石 他的笔名 就是从这里来的 15岁之前 基本上他受的都是汉文的教育 到16岁 他进入了叫做成立学生 去读书 才开始学英文 不过显然他学英文 学得很快也很有天分 21岁的时候 他进入了第一高等中学 这个第一高等中学 就是后来东京大学的预科 所以第一高等中学 英文课念完了之后 他也就顺理成章 就进入到了当时东京帝国大学 去主修英文 到26岁 毕业了 他继续在东京帝大的大学院 大学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研究所 公读学位 另外呢 开始教书 在高等师范学校 担任英语教师 到1900年 尼蒜 他1867年出生 1900年 其实他已经33岁了 而且不是他自愿 他是被派到 英国的伦敦大学去留学 到他1903年 待了英国三年之后 回来 回到东京 他已经36岁了 他在回到东京之后 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留学的资历 所以在他成为小说的创作者之前 其实项目术实 事先以评论者的身份 展露头角 然后呢 因为各种不同环境的影响 回国的第二年 他才开始动笔写了 他文学生涯当中的第一本小说 非常有名的 《我是猫》 这个小说从一只猫的视角 来看人间 而且呢 因为是用猫的角度 用那种拟人化的笔法写的 刚开始 其实不是一个认真严肃的小说 是在儿童杂志上面 刊登了部分的内容 然后写一写 项目术实自己也有了兴趣 越写越认真 所以才把儿童杂志上面的 这个内容呢 继续往下写 然后放到一本叫做 《紫规》的杂志上面来发表 《紫规》这本杂志呢 它的来历也很有趣 因为包括它的名字 就是来自于郑刚紫规 郑刚紫规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 另外一位重要的作家 还有它是夏目术实在第一高等中学的同学 那为什么会有《紫规》这本杂志 就是为了要纪念到1902年 已经去世了的郑刚紫规 所以你看夏目术实 他到1904年1905年 他才开始创作小说 这个时候 他的同学 那个同辈的文学明星 郑刚紫规 已经写完了他人生所有的作品 已经告别人间了 你就知道夏目术实相较于郑刚紫规 他的起步有多晚 还不止如此 另外一个对比 那就是夏目术实 另外一位中学的同学 又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 那是为其红叶 他比夏目术实晚一年出生 在1868年出生的 而在夏目术实发表 我是猫的前一年 1903年 维基红叶也已经去世了 维基红叶留下的重要的小说 是金色叶叉 金色叶叉不只是奠定了 维基红叶的地位 而且金色叶叉 当时在日本的读者 跟其他的小说作者之间 都产生了巨大的震撼 从此之后就包括 维基红叶跟杏田半路 两个人就并肩 等于是开创了 日本小说史上面 重要的新的一页 所以相较于同辈的 真刚子归 维基红叶 项目术实在小说创作上 非常非常的晚熟 1904年正式开笔鞋 我是猫 到1916年去世 又是简单一算 他写作的时间 只有10年左右 顶多是12年 不过我们也可以 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只有短短10多年的时间当中 项目术实竟然就能够 把自己建立成为 日本近代最重要的 经典的小说作者 还不止如此 他不像维基红叶 最重要就是金色叶叉 这部小说作品 今天讲到 项目术实的小说创作 那是非常非常不得了 因为十几年当中 光是长篇小说 从最早的 我是猫 到他死前出版的 稻草 还不讲 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 名案 光是这样算下来 十几年的时间当中 他就完成了 15部长篇小说作品 我们还没有算 他的其他 像是短篇小说 或者是在当时日本文坛 同样重要的他的文论 像是1907年 他出版了文学论 那个文学论是当年奠定了 到底什么叫做日本文学的追求 或者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重建日本文学 独立于中国的文学 东洋 唐人的文学 跟西洋 欧洲的文学 之间 然后找到一条 日本文学独特道路 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 光是讲他的小说 那15部 长篇小说作品当中 有好多部 都是经典制作 刚刚提到了 我是猫 是经典制作 像少爷 一直到今天 是日本中学生 阅读力最高的一部 日本近代的小说 有例如说 心 心 就是内心的那个心 这本书 也是非常重要的经典 即使是项目术时 不那么受到重视 或者是没有那么受欢迎的 其他的一些小说 其实有的非常非常重要 例如说 我自己个人 最偏爱 最喜欢的 项目术时 但相对最难读的 两部小说 一部是朝整 一部是与美人朝 都非常非常的精彩 所以你看 只有十一二年的时间当中 他竟然就留下了 这么多部重要的作品 我们可以这样追索 这跟他的晚熟 是有关系的 正因为他晚熟 所以他开始写 第一部小说的时候 他的人生 已经大致定型了 所以是反而让他的作品 能够在日本文学史上 得以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因为他已经累积了足够的能量 他有了坚定的看法 在创作上面 他就几乎是笃定的 他不受当时文坛风起 左右跟影响 在这个主流之外 他就要开创出自信 而且非常独特的一片天地 在他所写的文学论里面 他就曾经这样的宣告 他想要做什么 他说 我决心要认真的解释 什么是文学 而且有了不惜花一年多时间 投入这个问题的 第一阶段研究的想法 在这第一阶段 我住在珠来的地方 闭门不出 将手上拥有的所有文学书籍 全都收藏起来 我相信借由阅读文学书籍 来理解文学 就好像是以学洗学一样 绝对无法达成目的 我发誓要穷救文学 在心理上的必要性 为何诞生 如何发达 以及为什么会荒废 我发誓要穷救文学 在社会上面的必要性 为何存在 兴盛乃至于衰亡 他为什么要特别突出 这样的一种文学的意念 他就是因为当时 日本的文坛正处在 自然主义跟浪漫主义 两派热火交锋的状态 双方尖锐的对立 势不两立 项目处使不想加入 任何一方 更重要的 他不相信他不接受 那样刻意强调 彼此差异的战斗形式 所以他要绕过 自然主义跟浪漫主义 从更根本的源头 去弄清楚文学是什么 这次项目述时 他跟文学之间 最密切 最深刻的关系 刚开始的时候 他想要用论理的方式 来弄清楚这些 到后来他会知道 更有影响力 或更直接 更有效的 是借由他自己的 小说创作 所以从1904年 一直到我们今天 为大家介绍的 他最后的绝笔一作 《明暗》 他就在实践 借由小说 他要去展现出 自然主义跟浪漫主义 这两个派别 都没有办法碰触到的 当时日本社会 关于人如何活着 这个最根本问题的 一些可能的答案 这是项目述时 在文学史上 绝对不能被 磨灭的重要地位 我们非常难得的 可以看到 麦田出版公司 把项目述时 到了去史的时候 未完成的这一部 长篇小说作品 《明暗》 有了中文翻译本出版 介绍给大家 推荐给大家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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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